我刚刚讲这个潜见国造 里面有五成是台湾自己造的 那另外五成坦白讲 要靠朋友来帮忙 对不对 有美国协助 有日本协助 有韩国协助 有欧洲的协助 本来一个国家就不可能 自己完成所有事前制造 可是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国 中国一直觉得说 自己可以搞定一切 所以中国的民族的骄傲 C919 就是习近平讲的大飞机要飞起来 是非爆引擎故障 结果源自你说 你看了半天 中国根本不可能 自己把C919造出来 因为所有关键的领主舰 都来自于美国或欧洲 我先讲一下 这个C919对于习近平的重要性 你知道习近平有多重视C919吗 C919是大概2008年立案的 那习近平为了这台飞机 一直不断的喊话 他在2014年的时候 他还去参访了中国 因为这个飞机是中国商用飞机公司的 他去参访 还自己去那边假装试驾摆拍一下 他自己还假装摆拍 摆拍 然后跟着现场人讲说 你们这些科研人员 你们这些试飞员 你们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未来中国就靠你们了 让我们一起把这大飞机搞上去 非常心壮志 而且你知道他多重视他吗 你知道 一个总统或者是主席 他在元旦文告 提到东西应该是非常重要 他两次在元旦的新春赫尺 提到这个C919 他承载习近平的梦想 梦想 所以中国的强国就是要靠这架飞机 那最起码这台飞机应该全部都是自己制造 对不对 就你知道吗 这台飞机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好了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你说飞机里面最重要的是发动机 还有电源设备 如果说你要说这个东西是你自己制造的话 那是不是这两项东西应该要中国制造 就你知道吗 发动机是美国跟法国的 美国法国的合资公司制造的 然后电源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 电源设备像这个 像这些 因为我们比较小 但是可以看出来这个美国的国旗一大堆 美国旗一大堆 有美国的国旗 美国国旗 德国国旗 然后还有包含欧洲等等国家国旗都在里面 像是什么液压系统 电源系统 然后还有起降起落架的系统 这些燃油系统 这些电子设备防火系统 通通都是美国的零组件 那代表说什么 代表说名义上它是一个 习近平很重视的国产的飞机 但实际上大部分重要的零组件 都是从西方国家进口的 那中国负责哪些部分 负责部分很大 机身 有没有 你现在看到的外壳 你看外壳机头啊 机翼啊 还有机身都是中国机身 不错啊 不错啦 至少还有机身 那不管怎么样 我跟他一倍也是中国的 一倍 一倍是中国的 至少里面还有一些中国东西 好 那虽然是这样 那你能够飞起来也算是不错 对不对 就你知道吗 它的这个进程啊 不断的落后 本来那它本来是讲说 2021年要 现在整个飞机只有 只有卖出五架啦 有五个订单啦 都是东方航空跟他买的 那本来东方航空是讲说 2021年要先有一架 2022两架 然后2023 就是今年再两架 对 结果一拖拖拖拖拖拖到去年底 才交付了第一架 那第一架完成之后 要进行100小时的验证计划 就是要在全国的大城市 九个大城市的杯机场进行起降 结果2月1号开始 2月1号还OK 但是2月2号就出状况了 2月2号呢 它从上海的虹桥机场 起飞要到北京的大兴机场 结果一上去呢 后来呢 就发现了它的左引擎 这个推升 推升出现问题 后来 那这个100小时的验证计划 就先暂停了 喊咖 就先喊咖了 那目前为止的话 像东方航空啊 还有那个中国商用飞机 目前都对这个事情晋升 假装没发生事情 可是他们现在应该是很紧急的 在研究出这个引擎道理 他们这样很糗 它引擎坏掉 其实一般来说 我引擎坏就引擎坏嘛 我引擎坏就带轿货嘛 对 可是它引擎是美国 现在跟美国吵起来 是啊 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这个 C919不看好的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美国现在停止供应 它很多重要的零组件 对 那中国现在的策略都是 它其实从波音啊 还有那个空中巴士那边 取得一些零组件嘛 因为本来那两家 那个大公司 是想要跟它做生意 对 所以有卖它一些零组件 那中国现在在搞逆向工程 对 就是透过研究 他们的一些零组件 反向去看说 这个东西怎么制造出来的 可是这样的技术 大家很怀疑啦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 有人支持这个飞机 是说民族的骄傲啦 可是很多人也讲说 这是面子工程啦 对 要做领导去做啦 我可是绝对不要做啦 对 所以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 习近平的强国梦 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是好 非常谢谢院主 我们请这个宇沙老师到台前 因为C919我觉得最后做出来了 我建议中国啦 就是拿来做货机 不要载人 做货机 如果真的怎么样 就是机师跟机组员倒霉 还有货物倒霉 了不起多了一个 Welsen嘛 困在荒岛里面 可是如果变客机 哇 那压力就很大 所以中国有群众说 这张旭用我打死不住 我再怎么买 我宁愿转机 贵一点我也不买 也不去做C919的飞机